日本疫情七八月大爆发 8月20单日确诊达到两万五千多人 创历史新高 不过9月开始大幅下降 10月底单日病例掉到两百多例 日本研究团队发现 可能是因为负责修复 Delta基因组突变的酵素 NSP14出现变化 导致病毒自我毁灭 所以它反而 它的产生子带病毒的数目 反而在变成下降 那这样对它的传播是不利的 NSP14酵素能够确保病毒 在复制过程基因序列完整不出错 如果功能异常会导致病毒族群日渐萎缩 不过专家认为 这不是日本第五波疫情 大降温的主要原因 通常多半这个疫情能够虚缓 一方面是因为疫苗更高的一个涵盖率 专家表示当我们给病毒足够大的压力 就会逼它突变 使得繁殖速度下降 很难逃脱抗体免疫 所以当务之急该努力 把两剂疫苗的接种率提高到八成以上 大约新闻谢谢山里健宽 台北报道